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潘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解乌拉山的作答技巧 乌拉山是什么呢? 乌拉山就是彭努里山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彭努里山呢,也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Bahagian A 第二个是Bahagian B 跟第三个是Bahagian C Bahagian A呢,就是造句,五个句子 Bahagian B就是乌拉山 跟Bahagian C Bahagian B跟C有什么分别呢? 乌拉山呢,就是 给图片会给一个 题目会给一个图片信息 然后同学们呢,要以最简单的方法 把图片里面所要表达的重点写出来 这个乌拉山只是写重点 而卡兰安呢,就是要把重点 跨写,变成更多的内容 OK,现在我们来看乌拉山 如何回答乌拉山的题目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仔细地阅读题目 题目给我们什么信息 要了解题目,到底它要我们写一篇 关于怎样的乌拉山 OK,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了解图片里面 所表达的东西 图片里面它有画一些 比较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以段落的方式去表达 那这个段里面呢,我们会有顺序的 一开始呢,是开头 开头呢,就是要写 关于这个图片里面所表达的东西 然后中间呢,是写内容 内容呢,我们分成两种 一种是e-cita surat 一种是e-cita surat e-cita surat呢,就是 文章题目里面有给我们的 叫做e-cita surat e-cita surat就是我们看着 e-cita surat自己想出来的自己的idea 就是e-cita surat 然后接下来呢,会有可心不烂 OK,现在我们来想 我们来学习如何去写e-cita surat 有很多人说 他不会写e-cita surat 他觉得太难了 OK,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 我们来讲一下 要怎么去写 OK,如果呢 我们的e-cita surat 给我们的是一个做法 或者是步骤 或者是,它是很多图片的 然后呢,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顺着去写的 这个e-cita surat 我们要怎样写e-cita surat呢 我们的e-cita surat呢 就要写 关于这个步骤的好处 又或者是 为什么要做这个步骤 OK,我们看一个例子 做一个有意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呢 以免不会浪费时间 接下来第二个 如果它的e-cita surat 是给我们解决方法的 那么呢,我们和sirat呢 可以写 关于这个解决方法的好处 是什么 OK,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同学们呢 可以阅读一些有意的看物 以便可以提高他们的知识 提升他们的知识 这个是好处 然后阅读看物呢 是它的解决方法 然后,第三个 如果呢 那个u-la-san呢 它是写关于ker-san的 比如说它给我们一个图片 是关于一条河流被污染了 然后下面呢 它给我们的一些内容 是关于它的后果 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那么呢 我们的e-cita surat呢 可以写原因 OK,比如说 这个是它的原因 那个是带来的影响 就是它的ker-san 其实特苏拉跟特西拉 不一定要顺着去写 不一定要特苏拉先 然后才特西拉 我们可以先写特西拉先 然后才后面写特苏拉 这个是要看自己如何去表达 接下来我们看ker-san不烂 ker-san不烂怎么写呢 ker-san不烂呢 最好是写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呢 是关于题目的 我们看题目里面 然后呢 用我们自己的词 去把题目的字 写成一个句子 可是不可以离题 然后第二个句子呢 我们就要写一些重点 写一些东西是 支持你的那个题目的 比如说 我们必须要照顾环境 环境 清洁 这个是题目 那么为什么呢 以便我们可以 以便我们可以生活在 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面 这个是它的 你自己的想法 一个你自己的想法 一个是题目 不过你的想法呢 一定要支持这个题目的 然后我们看一个 contoh soalan membina ulasan gambar di bawah menunjukkan aktiviti kotong royong di kawasan sekitar rumah tulis ulasan tentang aktiviti kotong royong dalam bentuk perenggan panjangnya ulasan kamu hendak antara 50 hingga 80 bata perkataan nah 上面这一个 就是题目 我们要怎样 知道它的题目是什么呢 我们就看 gambar di bawah menunjukkan 这一排 aktiviti kotong royong di kawasan sekitar rumah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重点 所以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就要 画线 我们把重点 画线 重点怎样找呢 gambar di bawah menunjukkan menunjukkan 后面 就是我们的重点 aktiviti kotong royong di kawasan sekitar rumah 到它的 句号 就停 画线 那这个重点 画起来呢 有好处的 就是 可以 时刻提醒 我们 我们要 写的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就 不会那么容易 离题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研究一下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它有分成 两个部分 右边的是图片 OK 我们先看 左边的 这些点点呢 就是 isit 和 surat 它会给我们的 kita harus menjaga kawasan sekitar rumah 这个呢 是它的 重要要讲的东西 就是我们 必须要照顾 我们的 物质 周围的清洁 然后呢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 menbong ayayang betakong dalan pasubu 把 花盆 累积的一些 汽水 倒掉 然后 menjabu lan tay 扫地 还有 menjujji longgang 扫勾取 OK 然后呢 我们看图片 这里呢 有一些人 他在搬着东西 然后有一些人在除地 然后 有一些人在 洗沟区 有人在洗沟区 然后在扫地 OK 我们来看怎样写 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怎样写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格子 把tasurat跟tasurat写出来 OK 首先 先把tasurat 全部抄进去先 OK 第一个 menbong ayayang betakong dalan pasubu ngah 然后我们就想 他的tasurat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就是 为了避免 menbong ranggan penbyakan nyamo 减少 蚊子的繁殖 OK 然后第二个point menjabu lan tay 他扫地 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扫地 我这个只是个例子 OK 减少在地上 四处散乱的 叶子 落叶 然后接下来 menjutsi longgang 洗沟渠 为什么要洗沟渠呢 longgang didak tasumpad 沟渠 不会阻塞 OK 当我们有一些tasurat 跟一些tasurat 过后呢 我们的 无拉善 就很容易写了 如果 同学们 不会写 无拉善的话呢 他可以参考 第二个做法 就是这个表格 首先 一开始 我们要有 benanda wachana 这个一定要放的 其实这个benanda wachana呢 不一定只是 无拉善里面放 karangan也可以放的 然后呢 接下来有 katabandu katabandu 这些 mustila perula hendak haris patut 这几个呢 是可以吊乱来 吊乱来用的 不一定要顺着去用 不一定是mustila perula 这样子用的 它可以吊乱的 比如说 我可以先开始 我用 hendak 然后接下来 才用mustila 都可以的 OK 然后接下来呢 就写 easy tersurat 就是 那些point 写进去 然后kata hubung kata hubung呢 就是连词 把tersurat 跟tersurat 连在一起的 yodengang undokrana 这些kata hubung呢 都可以吊乱来用的 OK 不用顺着去用的 然后呢 tersurat tersurat 就是参考 一期tersurat 然后自己想出来的 一些idea 你可以写 两个 三个 都可以 你要看你tersurat 有多少个 然后我们要怎样写 第一个 写法 就是一段写到完 OK 一开始第一段 我们有写 kambar ini menunjukkan 这个图片 因为它是kambar 所以我们讲 kambar ini menunjukkan activity kotonroyong di kawasan sekitar rumah 就是刚刚我们 画现的那个 那个题目 画现的那个东西 我们要写进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照着那个表格 填进去 antaranya 直接写 kita bolehlah menjaga kawasan sekitar rumah dengan OK 这里呢 membuang air yang bertakung 青色跟橙色 是什么呢 青色就是 tersurat 一期tersurat 就是那个 文章里面 一点一点一点的 三个 point OK 然后呢 ini dapat mengurangkan pembiakan nyamuk 这个是 tersurat 然后 selain itu kita perlulah menyapu lantai tersurat supaya mengurangkan terdaun bertaburan di atas lantai tersirat akhir sekali kita mesti lah 我们的居住环境 以免可以保证 我们居住环境 我们不用空两格 开始 开始到 ahiu sakali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可行不烦 可行不烦 以上这些呢 就是 乌拉山的一些 做答技巧 接下来 老师会给一些 练习 你们做 然后呢 我们会在下一个 影片 去讨论 这个练习 的回答方法 还有 这个答案 是什么 练习的答案 是什么 希望同学们 认真的做 然后有什么 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 WhatsApp老师 OK 谢谢